好 马上带来关心到 在今天下午总统府是临时召开了记者会 有来宣布说呢 巴拉圭总统的就职典礼 也就是在下个月的15号 确定将会由副总统赖清德来代表出席 那当然呢 这很关键的就是 他要即将过境美国 一起来听 特使团定于8月14号上午抵达巴拉圭进行访问 15号参加贝尼亚总统就职典礼 副总统这次以特使身份访问巴拉圭 主要目的是代表蔡总统出席 新任贝尼亚总统就职典礼 以及相关的活动 同时也将参加巴拉圭 庆祝总统就职 继亚松生首都奖松生 建成486年周年的相关活动 其间赖副总统将会晤现任总统阿布朵 给新任的总统贝尼亚 就彼此共同关切的双边合作事项 还有国际议题交换意见 好可以听到我这个在今天呢 总统府是正式的来宣布 由赖清德担任特使 只是说呢 这个过境美国的时间啊 大家还想要关注说过几天 不过总统府不愿多做说明 而在之前呢 也一直传言说 这一次可能规格上呢 也会稍微限缩 而且呢 也要保持低调 这个美方可能有要求 而在今天 外交部是声明说 这些详细的细节 都还在安排当中 确定了就会向国人来报告 以上是我们掌握的最新情形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